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华社6月9日报道习近平四川行的通稿中 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一句话 新华社说6月1日四川亚安发生6.1级地震 习近平当即作出重要指示 然而事实是亚安地震之后 外界根本没有看到任何有来自习近平的指示或慰问 以至于海外曾出现习近平关键时刻失声 习近平不理亚安 反而慰问巴西等等的批评 新华社在8天之后突然补报习近平的指示 非常怪异 不清楚是否与新华社最近更换社长总编有关 时评人士江三哲有更进一步的观点 认为习近平是被封杀了 江三哲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说 按照惯例 三大官媒应该在习近平做指示的当天 最晚是第二天给出报道 但即使现在返回去看记录 也根本找不到习近平的指示 这说明官媒对习近平的名捧暗点 表面上长篇大论的吹捧 实际上把他的重要指示压下来不报 这从侧面显示习近平在党中央被销声了 所以他才借着到四川考察自我曝光 江三哲还注意到另外的一个细节 新闻联播9号报道 习近平的四川行时出现了两个版本 原版是在介绍完有哪些人陪同 结束了四川行的报道之后 额外加上了一段话 说习近平在考察途中指出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 由于这样报显得突兀 央视后来调整了文字报道 把这段话前置 但从视频报道中仍能看到 习要求坚持清零这段话在末尾的位置 江三哲认为 习近平作为总书记 应该在北京党中央就能做出坚持清零不动摇的指示 不需要到四川考察期间 江三哲猜测 习近平的四川行是效仿邓小平的南巡 当时中共保守派控制北京党中央 邓小平只能通过南下深圳发出自己的声音 逼江泽民接受改革开放的路线 邓小平南巡还有一个关键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梳理计数 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曾在珠海召开会议 由分管国安的中共常委乔使主持 与会者包括军委副主席杨尚坤和刘华清 及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 这是邓小平展示军权的会议 使他成功逼江自民让步的关键 而习近平这次到访四川 正是西部战区所在地 希望之声昨天的报道分析了西部战区与习近平的关系 除强调军权之外习近平也通过其他的方式 嚇阻中共元老 日经亚洲评论资深记者中泽科二8号发文 提到上个月中旬中办下发文件 关于加强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要求离退休官员不得妄议党中央的大政方针 中泽科二说这份文件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 是习近平在发出警告 要求党内的元老们闭嘴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习近平别无选择 甚至不惜冒着让民众看到党内恶斗的风险 也必须这样做 中泽科二说 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将如何召开还不明朗 中共高层正为生存进行激烈的斗争 谁胜谁负在未来几周内就能见到分晓 网友群稍早前曾分析说 习近平上台时面临一个江泽民留下的无关不贪的烂摊子 习近平经过十年将党政军最高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上 同时也成了中共内政外交所有矛盾的交汇点 中共矛盾江时代积累的所有问题 也都集中在了习近平的身上 这个时候习近平越想保党 面临的危险就越严重 也让江曾有更多的机会 在二十大前调动海内外一切势力倒习 对关注中国局势的人来说 这场党内的恶斗会把中国带到何处才是重点 就在习近平到四川后6月10日凌晨 四川省的阿坝州雅安市共发生了三起地震 最高震级6.1级 有网友表示 史料说 人道不吉则天震之 四川按方位来说属金 又有史料说 金震目洞之 目利金施重慎 而金木水火利土者意味着 杨师而在阴 元碧色 元碧国碧亡 是崩解灭亡的真相 大批人趁部分解封逃离上海 一位河南人回忆三个月的经历说 这辈子再不去上海了 大话名杨潇接受大纪元的采访说 自己2月份搭大巴去苏州找工作的路上 在昆山被截停 整车的人就地做核酸 然后就拉到了上海 他说 在上海因为健康马带有新号 进不了工厂 只能一直干小活 物流 装车 累得要死 三月末看到中介昭大白 他就干起了志愿者 负责看守居民楼 一天工资两三百块 一直到解封 杨潇说 那时天还比较冷 要穿大衣 睡觉就在小区内的蓝色帐篷里 有一次下雨的时候 帐篷塌了 我没有在里面 否则就给砸死了 两个月后 志愿者工作结束了 他被拉到了方舱阁里 这里没人消毒 床挨着床 一百多个人使用两个厕所 里面脏极了 三四天后 被放出来 他直接骑上一辆共享单车 奔向红桥车站 要回老家 骑了35公里后 结果过疆过不去了 经过周折到了红桥车站 他又足足等了六天才买到票 杨潇说 当时人们都往红桥站跑 抢不到票 又不让进站 当晚他只好已在桥洞边上睡了一宿 还饿了一天的肚子 红桥站周边躺满了等待回家的人 这件事后来上了新闻 杨潇说 于是政府派公安过来碾我们 把我们碾到站里面的一个马路边 那边没有人看到 有一天下了大雨 被子都湿了 8日接受采访时 杨潇正在老家的隔离点 自费隔离了14天 每天一百多块 然后回家可能还要隔离几天 他说这次回来的路费 加上隔离费花了五六千 在上海挣的钱都花完了 日本的独卖新闻与韩国的韩国日报 近期进行了共同的民调 两国共有高达73%的受访者认为 中共恐将武力犯台 据新头科6月9号的报道 这场民调在5月20号到24号间 以电话的方式针对日韩年满18岁的公民进行 日韩两国分别有1,019人和1,000人给出了回答 其中就日韩关系走向的问题 日本有31%的受访者认为 两国关系将变好 较2021年的调查提高了17个百分点 韩国则有53%的人认同日韩关系向好 较2021年增加了24个百分点 报道分析 这种变化可能跟韩国新任总统尹新月 有意改善日韩关系给人好感有关 另一个问题是 在最近的将来认为自己国家 有遭受其他国家攻击的可能 日本及韩国的比率分别高达60%及59% 另外 不论是日本还是韩国的受访者 都有高达73%的比率认为 中共恐怕会军事侵犯台湾 至于对抗中俄 日本有67%的受访者 韩国有77%的受访者认为 应跟美国合作因应 中国的维权律师唐基田 去年12月突然人间蒸发 近日终于传出消息说 他被关押在吉林 还曾发生意外导致头部受伤 6月8日 在美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向力 在推特发文透露 唐基田遭中共国保带走后 已被强迫失踪超过半年 唐律师非常的焦虑 血压很高 心气郁节 经常进食 身体非常不好 6月3日晚 他突然在厕所摔倒 头部着地 出现了昏迷 咳血 口鼻出血 脑震荡等症状 向力呼吁中共从人权出发 释放唐基田 让他自由就医 为日本病危的女儿尽力 向力引出消息 对自由亚洲电台透露说 由于户籍关系 唐基田被转移到吉林关押 律师王宇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由于缺乏法律保护 唐基田极有可能受到不人道对待 6月9日 是香港反送中运动 三周年纪念日 在台湾的香港抗争者表示 不会忘记这一天 希望在台湾继续关注人权自由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曾参与反送中的抗争者富汤说 6月9日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象征香港人对香港的爱护 重燃他因为雨伞运动失败而失去的希望 富汤表示 2019年的6月9日 有100万的人上街游行 很多已经变得很冷漠的香港人 或者从来不关心香港时事的香港人 都在那一天上街游行 原来还有那么多的人是爱香港的 这是最大的意义 富汤与太太在示威现场被警方拘捕 甚至被控告暴动罪 经过多场的诉讼 夫妻二人成为香港第一宗 在反修例暴动案中脱罪的被告人 富汤表示 2019年后 他的人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健身中心的生意因此结束了 自己也差点成为阶下囚 但他说 不后悔为守护香港付出的代价 6月12日 在台港人组织香港编程青年 在台北向山举行游行集会 纪念香港反送中抗争三周年 香港编程青年秘书长冯兆天表示 2019年的6月9日和6月12日 是香港反送中示威的开始 这是香港史无前例 最大规模的全民民主运动 但在国安法下 香港现已难以有公开活动纪念 他希望在台湾举办纪念活动 能团结流散的香港人力量 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表示 在台湾举办纪念活动 同时能提醒台湾不要变成第二个香港 警惕台湾人要防止香港的灾难在台湾发生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提到2019年的6月9日 百万香港人参与的反送中运动 这幅壮观的画面 在今天或许只有在大白 在小区用大喇叭喊下楼做核酸的时候 才会出现吧 有人就问了 这送中条例又不针对普通的民众 是针对罪犯的 这群人激动个什么劲呢 引渡条例而已 侵犯你什么权利了 对于这个问题 观众朋友 您有什么看法呢 三年前的香港百万人大游行反送中 源起是社会大众对中国法治的绝对不信任 反对港府拆除法律屏障 立法将香港人送去中国审讯 30年前的六四的记忆 让香港人明白 抗争会面对真枪实弹的镇压 所以他们才有所准备 一位参与游行的女孩子说 这次我真的知道了 参与游行真的是会死人的 我也害怕 但是我不想离开 马来西亚音乐人黄明志的 我们的海阔天空 即便是时隔两年 再翻出来听依然是感人肺腑 其中有这样几句 用完最后一口气 捍卫最卑微的权力 在乌烟瘴气的高压下 拼命地用力呼吸 从前的战友和兄弟切记 我们曾一起努力 勇往直前冲撞暴力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